一到夏天头发最容易趋势扁塌 刚做完的发型也很难持久 我们韩国女生除了重视对比发力以外 也很重视发型烧机和头发的护理 今天跟大家分享 韩国女生随时保持风味感卷发的秘密 后面有卷发干货哦 想要在湿热的夏天保持蓬松的发型 好时是做好控油绽子洗头 首先就是产品的选择 夏天不适合使用过于滋养的石头水 刷宣蓬松少力品是五贵油的配方 非常适合头发一次要的清骨 能够做到生成清洁头皮 但是作为偏高发出的安妮使用过后 感觉也很不错 因为里面添加了海照精华 有效控油同时补卷效果特别好 但除了选择中车的产品 其度手发也同样重要 下面我会分享自己的使用流程 并分享最后的效果一起看下去吧 现在是早上七点了 一般来说我更习惯晚上洗头 但是今天为了给大家 测试小礼品的控油持久度 所以早上洗 首先进水涂发后 将水发水充分起泡 涂抹在我们的头皮上 用主服仔细清洗按摩 粗油多的地方 不要用指甲抓脑 范围部位轻轻带过 按摩三分钟左右后 重洗干净 并用毛巾即时擦干 希望头发很清爽 不麻燥 而且还有淡淡的花果清香 在夏天需要打理发现时 我还会使用这些来使得头发蓬松 今天分享一个我日常的转发日常 首先用架子浇住刘海 用吹风机从下网上方向热风5秒 然后等5秒 之后用造型机 冷热风照替来 衡生发根部位 最后上下风去转发 搅拌操外卷头发 等3-5秒后松开 卷发棒拿出来后 再等10秒固定 这样蓬松的卷发造型就OK了 让我们晚上再看看效果吧 这我们当然要快到片区里了 头发蓬松松滑 真的会提升照片的质感 现在是晚上10点了 原来夏天这个时间点 我们的头发会触有变塌 但今天状态挺好 发根都还离着 少礼品空不可没 现在看看跟白天对比 是不是区别不大 如果你头发触有多容易变塌的轻骨 想要头发蓬松 可以试一试照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